共产单车加大了一些投入 比如说造成了很多的垃圾单车等等 所以可能给社会上的一些人 带来了一些直观的感受 他们会认为这个是资源的过度投放 投过度其实企业也是受害的 你经济上是算不过来的 所以其实没有人会去 真正的愿意去无需的投那么多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特定时间的 一些不理性的竞争带来的后果 但是我觉得市场竞争 它有能力带来麻烦 它也有能力自尽 就解决掉一部分问题 那可能不是全部 但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这个管理部门 也在这里面 也在不断地做一些规范 做一些营党 所以我想企业以及政府 还有用户 大家如果在这起面形成活力的话 这问题其实不难解决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们去北京 或者你在上海也可以看到 大家抱怨的不是车少 而是车不够起 当然还有一种是说车已经坏了 但是还堆在街上 那个可能具体某个企业 或者某些企业 它的运营上可能有关系 它可能后面没能力运营了 又没有及时清理者 但这个和供给的需求 我觉得就不是一个直接的话题 所以这个以后的话 我相信可能就会维持 这个比较理性的状态下 可以让它可恳性地去发展到